5月7日,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留学生看中国社会实践体验活动》第二站在辽宁沈阳举行,来自15个国家的24名留学生走进沈阳,了解沈阳在医疗卫生事业、文创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领域的发展情况。 作为国产医疗装备的领军企业,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生产数字化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为基础。 活动期间,留学生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了解了中国高端医学影像设备产业的发展情况。 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贾比尔,目前在沈阳建筑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学习。 在交谈中,他告诉记者,中国为全球抗疫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先进的医疗器械。 这次,能够来到东软集团参观,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 在沈阳市铁西区1905文化创业,在沈阳市铁西区1905文化创业, 留学生一边拍照留影,一边打卡各类艺术展览与特色店铺,感受沈阳文化艺术生活的乐趣。 南非留学生江一山在沈阳建筑大学习计算机专业,在沈阳生活了四年,一直被沈阳人的热情所感染。 江一山的中文口音中带着些许的东北味,这或许要源自于他的东北女朋友。 他对记者说,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到1905文化创业园了,但是每次来都会给他带来新的感受。 我觉得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第二个是漂亮。 我特别喜欢,喜欢过来这,就是跟我对象一起来,然后我们会喝咖啡,喝咖啡以后就灌一灌。 特别好玩,之前呢,也没有接触过,这是我第一次,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能够亲身体验跟老师一起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留学生高山尼向记者展示了刚刚和老师一起做好的唐仁和面仁。 来自喀麦隆的高山尼,从小就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具有相当高的中文水平。 在黄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高山尼与留学生们一起参观了冯元平剪纸、奉天皮影、渔室面人和李氏唐人等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并与老师们热情互动,全方位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采访中, 多位留学生表示,此次走进沈阳,不仅看到了中国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对外发展活力, 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帮助他们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最好方式。 我以后可以跟我的家人说,然后跟我的那个就是祖国朋友们炫耀地说, 哦,我去过中国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建筑,然后对对对,很自豪。 我发现了整个中国发展得很快,很方便,我以前没想到这样的生活, 现在来到中国我非常特别这样的喜欢了中国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